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秦刚只能做侧席 外长权重下降 战狼失事 香港明报报道 新任外长秦刚正在访飞 启程当天他还接待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外长的来电 又致电韩国外长 下午还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捷克总统泽曼的事项通话 从通话现场看 习近平身边坐的仍是王毅和立峰两人 秦刚只能坐在侧席 与商务部国际谈判代表王寿文相对应 反映新班子中外长权重 有所下降 秦刚上任后处理的首个司局级人事调动 就是将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 调到边界和海洋事务司当副司长 这一人事异动引起了中外热议 多认为是战狼外交转向标志 就像半年前副外长乐玉成调职时 被认为是中俄外交生变的征兆一样 就在同日 中国宣布对韩日两国公民停发签证 以报复两国对中国公民入境的歧视性检疫 强硬取态似乎未改变战狼本色 秦刚致电韩国外长朴正时 就对韩方近期的限制措施表达了关切 但韩方不为所动 总统尹锡锐更表示 应对传染病时 只需考虑国民的健康和安全 不要顾虑外交 经贸和政治因素 中方对日韩的愤怒 还与两国官方最近的言行不无关系 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上月底密访台湾 是中韩建交后访台的最高韩国政客 与秦刚通话前一天 朴正曾公开表示 美国向来重视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权价值 韩美基于此维持长达70年的同盟关系 韩中关系虽在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发展 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不同 在此方面的合作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辩访欧美G7盟国 聚焦对付中俄也令北京恼火 但经过此番针锋相对 韩日的对华敌意料会进一步升高 另一方面 虽然习败会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 但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还是发生对峙摩擦 中方更因此拒绝了美方提出的 两国防长原定于周五通话的建议 而这一切与北京改变战狼外交的外界预期并不相符 证明所谓的战狼外交绝非新闻发言人 甚至不是副外长一级的事 说回赵立坚的新职 边海司是2009年才设立的 在外交部29个司局中排名14 较新闻司还前一位 功能是推进与邻国的陆地及海洋化解 维护海洋权益处理南北极事务等 该司整合了条约法律司 亚洲司 欧亚司的相关职能 与中央外事办的海权局关系密切 首任司长是后任驻韩大使的宁富奎 第二任司长是后来做过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的 现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郑中华 所以说赵立坚的新角色 是从说硬话变成做硬事 若说真有所贬折的话 原因也多少与其太太 在社交媒体过分高调有关 既然换了外长外交部的人士 料会有大变动 其实之前乐玉成等资深副外长的调动 也不排除都是为秦刚上位清除障碍 下一步 部党委书记齐玉 和排名第一的副外长马昭旭 职务也将变化 据星岛日报报道 驻美大使秦刚升任外交部长 目前正在非洲展开访问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可能会提名外交部副部长 美国问题专家 协封担任驻美大使 58岁的协封江苏人 毕业于外交学院 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外交部 长期参加对美工作 2000年至2003年 担任驻美大使馆参赞发言人 2018年他担任驻美公使 2010年出任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长 2014年获任命为驻印尼大使 2017年他担任外交部 驻香港特派员工署特派员 经历了修理风暴 2021年初返国担任副外长 主管设美事务 他当时在辞行信中说 过去三年面对外部势力疯狂干预 驻港特派员工署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等级社会正在崩解 来到大革命前夜 据美国之音报道 2022到23年的冬天 大概是过去50年以来中国最寒冷的冬天 在跨年前后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重演了三年前武汉的悲剧 哀鸿遍野 数百万老人的生命被新冠病毒收割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受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 堪称文革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次崩解危机 从去年12月初以来 在R0值接近18的高速传播下 新冠疫情从华北到华南如同海啸一般迅速蔓延 一个月间各城市超过80%的人们被感染 重症率居高不下 却苦于缺乏退烧药 抗生素 特效药 和足够的急救设施 救护车 氧气 病床 ICU和火葬场 甚至足够的殡仪车辆 尤其对中国的2.5亿老年人来说 京东的疫情更是犹如一场集体悲剧 他们不仅在过去三年迟迟得不到真正有效的疫苗 而且面对死神收割机的到来 他们还要在地狱一般的急救流关时中 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 一时间各大医院急诊就医人群超过80%位老人 他们在拥挤逼则的急诊流关时苦苦挣扎 极其有限的氧气和呼吸机 成为决定是否可能暂缓他们生命的关键 接下来的是遍地哀鸿 家家沮丧的人间惨剧正在出现 中国人民现在的悲哀 不是数百万老人的骤然离世 而是他们的深厚事 各地殡仪馆和火葬场不堪复核 从华北到华南 各地火葬场都已超出平日 接近十倍的复核在运行 上海龙华殡仪馆的日均处理 从平时的几时增加到两百以上 北京八宝山日均处理接近一千 普通家庭不得不在家中停留多日 未去世的老人举办遗体告别和追悼会 并且单独活化 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数百万家庭陷入了难以体面告别逝者的困境 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伦理的第一波冲击 对十几亿生者来说 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不只是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短缺 或者亲人去世带来的痛苦 而是所有这一切混乱都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过去十年政局的悄然变化 终于已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的急剧变化 告诉中国人民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把他们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加速和动荡之中 然后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 犹如今天各地的病房 侥幸有一张床位的病人之间 再也不见过去常见的时政讨论 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挣扎的惊魂当中 几乎所有地方在12月初布洛芬和普洛西通等 退烧药的短缺之后 人们开始自发的交换囤积和倒卖药品 包括辉瑞、墨沙东的特效药和印度仿制药 如同1940年代末 上海滩的人们用金条购买潘基西林的疯狂 与此同时 各地兽医、花圈和殡葬用品服务也开始短缺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 不只是医院、殡仪馆等地方人满为患 当铺生意也火了起来 人们正在典当他们的奢侈名表 换得宝贵的现金 而真正的震撼来自那些有关老知识分子 和党的老干部大批死去的新闻 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可怕荒诞的情形 新冠面前人人平等 一个长期占用中国公共医疗资源 超过80%的特权体制 以及作为特权阶级附庸的富裕人群 即使自私地度过了上海的封城 也难以逃脱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冲击 中国的第二阶级正在坍塌 这是较诸如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更为危险的局面 从家庭到阶级 这一波新冠疫情对中国老年群体的生命收割 不仅冲击了大众家庭 而且开始瓦解中国最牢固的特权阶级结构 这一阶级结构的加速变化 当然不止发生在三年的动态清零期间 而是贯穿过去十年的伟大斗争进程当中 然后在最近一个月轰然崩塌 具体来说 随着过去十年先后出台的混合经济 国进民退 共同富裕和六大安全的政策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政治遗产 瀕临消失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沦为 与工人和农民同样的阶级状况 他们都没有政治代表和发生的权利 随着教培房地产互联网行业等被粗暴的限制 中产阶级加速无产阶级化 其结果 中国形成了一个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的 三个等级的阶级结构 其中居于顶端的是数百个或者千余个权贵家族 作为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在路易王朝期间代表平行于国王世俗权利的 红衣主教之下的僧侣阶级 而今天的中国则是党的官僚集团 包括部委和地方领导干部 国企领导和钟南山等为代表的一批御用知识分子等 他们是中国统治体制挑选出来的精英和基础 也是医疗特权的边界 而第三等级 与两百多年前的法国类似 包括了前两个顶层阶级之外的所有阶级和群体 从私营企业家到底层阶级 从新兴中产阶级 到以外卖骑手滴滴司机 淘宝店主为代表的新仆役阶级 占人口比例的99% 当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 2013年后 安全国家体制逐渐建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发育的中国公民社会遭到定向镇压 中国的新型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便无可挽回地沦为第三等级 他们是2022年11月10日以来 全国范围针对清零政策的抗疫浪潮的主体 也是金冬疫情受害的主体 当局一味坚持封闭顽固的清零政策 拒绝进口欧美有效的疫苗和药物 将99%的中国人第三等级 职与脆弱的高风险中 而三年来强硬任意的封城 锁国措施 将他们封闭在家中 方舱和驾驶室内等 更像是为了在第三等级和第一二等级之间建立一道隔离墙 然而当人民起而抗议 当局最终解封以来 在当局毫无准备治理失灵的情形下 疫情大面积爆发 丧失了隔离屏障 位居第二等级的党国中东层精英 终于难以倾免 即使中国政府紧急进口 定向分配了几十万盒特效药 也无济于事 他们正在卷入第三等级的痛苦漩涡 开始丧失对党国的信心和忠诚 向外发出了一个僵硬体制崩解的信号 如同一张A4白纸那样 似乎无意义 却具有无比的穿透力 中国舆论尖锐对立 习近平面临更深层挑战 躺平派是未来反对党基础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互联网上正在展开一场激烈而广泛的争论 焦点是政府严格的清零政策突然逆转 以及随后出现的大规模疫情扩散 这些分歧正在挑战中共围绕 其对于新冠大流行以来 一直严控的舆论的努力 自上个月中共放弃清零政策以来 中国网民就各种问题争论不休 例如谁应该为病例和死亡激增负责 政府任命的高级卫生专家值得信任吗 面对挤满医院的病人 Omicron带来的疫情真的如同官员们所说的 没那么严重吗 人们甚至争论政府是否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春节 允许民众燃放烟花 网络上的相互指责展示出一个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 争论的双方互不信任并怀疑对方 同时也怀疑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的支持者们正在质疑党的决定 使党的审查和宣传机构的宣传努力复杂化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裴敏辛表示 新冠清零突然180度转向 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 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释 他说 中共现在必须在控制疫情的同时 拯救因清零政策而受到拖累的经济 修复混乱的重新放开 对其形象造成的损害 如果北京方面采取太过强硬的手段来平息矛盾 可能会进一步疏远许多长期以来 一直捍卫清零政策的人 以及那些对政府突然政策掉头 感到困惑和失望的人 如果让争论升级 就有可能混淆其信息 并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 驻德国的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向彪表示 如果社会被分化为非常敌对的群体 他们同样无能为力 同样无助 而且会继续互相指责 这对中国社会非常有害 到目前为止 强势的一方是那些支持新冠清零的人 包括民族主义者和网络大V 保守派学者和一些喷子 一些人认为 在一个医疗服务参差不齐的国家 为了挽救生命 严格的清零政策是必要的 也有人认为 新冠清零是中国政治模式卓越的体现 所谓清零派中的一些声音 指责反对封锁的抗议者 造成了当前疫情大爆发和死亡人数上升 尽管在政策转向之前 病毒已经广泛传播 他们把那些支持结束清零的人称为躺匪 早些时候 中国官方媒体也用躺平来批评 西方与新冠共存的方式 一些批评暗示 取消清零政策 等于给西方舆论和诋毁中共的人递刀 甚至在自己的忠实追随者中 也削弱了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 民族主义者马 司马南等网络大V 甚至开始诋毁上海顶级的流行病学家张文宏 张文宏反对过度封锁 他们暗示张文宏在Omicron病毒的严重程度上 误导了公众 尖刻的言辞非常强烈 以至于连官方媒体也呼吁停止这种人身攻击 另一方面 那些欢迎学校 工厂商业和旅行恢复的人 认为这不仅是解除封锁的一种解脱 而且是共产党从日常生活中急需的撤退 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放开或解除封锁派系的一部分 这些派系与11月抗议清零的大学生 农民工居民和小企业主有关 就连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罕见地承认了公众的分歧 他在新年致辞中说 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关切或不同的看法 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他强调他希望中国人民保持一致 朝一个方向思考 朝一个方向努力 未来中国的强大来自团结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习近平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 他高举着新冠清零政策 作为威权政党在保护人民方面 优于混乱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证据 现在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加剧 当局发现不得不控制那些自己通常的捍卫者 这些人曾支持新冠清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红二代陶思亮最近批评司马南的攻击 与党的新方向相矛盾 上周四微博关停了一千多个账号 其中包括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孔庆东的账号 原因是他对专家和学者进行人身攻击 浙江省的官媒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遵守44年前的承诺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不要相互挑战撕裂 尤其是谴责和辱骂 但一些新冠清零的捍卫者 显然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失望 他们拒绝团结一致的呼吁 请告诉我 为什么我必须团结起来 微博上一位博主写了一篇博文 博文受到了三万次的点赞 他描述了因新冠引起的并发症 而失去了一位叔叔 我凭什么被迫接受一切都很顺利的社会观点 一些人认为 对重新开放的反对 大多是一些人为了引人关注的故意所为 并预测一旦疫情达到顶峰 并且过去经济复苏 愤怒的情绪就会平息 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认为 网络上的舆论反弹是北京面临更深层次挑战的信号 他说习近平的新年致辞 罕见的承认他正面临党内外的反对 批评和不满 吴强表示 习近平自上而下控制新冠清零政策 促使人们质疑中共的独裁做法 激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热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政治热情可能会获得增强 从某些方面来说 如果你从未来的角度看 目前的躺平派也许是未来中国反对党的广泛基础 如果说双方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政府没有提供有关中国疫情爆发和死亡人数的可靠数据 损害了自己的信誉 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嘲笑为低的离谱 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敦促北京分享更多的住院病例和死亡数据 信息的不透明 助长了猜测 人们围绕政策转向 推出自己的结论和阴谋论 人们围绕政策转向 推出自己的结论和阴谋论 向彪说 双方争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公众信任的崩溃 政府数据政策和专家意见失去了可信度 中共党报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篇帖子中表示 中共有能力更加开放地进行辩论 他写道我们的社会可能会有问题和困难 但不应该有太多被视为敏感的东西 换句话说 这个国家非常值得信赖 并且有改正错误的内在动力 敏感不应该属于中国 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报道 梁万年无耻称 没必要纠结于新冠致死确切人数 据法广报道 在世卫组织批评北京的数据不准确和缺乏透明度之后 中国卫生当局官员周三表示 目前没必要纠结于新冠病毒有关的确切死亡人数 中国可以通过疫情后查看超额死亡率来确定死亡人数 经过三年世界上最严厉的限制 中国在12月初突然取消了针对新冠病毒的大部分限制措施 之后病人数量急剧上升 医院一时被老年病人挤爆 火葬场被涌入的尸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根据官方数字 自上个月以来在中国14亿人口中只有37例与新冠有关的死亡记录 法新社报道说 中国流行病学家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2万年 周三说 就目前而言 我认为没必要对每个个案死亡原因进行调查 他强调说 大流行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治疗病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传染科主任王贵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建议 中国可以通过疫情后查看超额死亡率来确定死亡人数 北京在12月修订了计算与新冠有关的死亡人数的方法 只有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相关的呼吸衰竭的人被纳入统计范围 这种方法上的变化意味着大量的死亡不再被记录为由新冠引起 法新社报道还说 2万年强调 如果能够达成关于将死亡归类为新冠死亡的全球共识 那会更好 如果不能达成 那么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分类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曾批评中国对新冠死亡的这个新定义过于狭窄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坚称 我们继续要求中国提供更快定期和可靠的住院和死亡数据 以及更完整的和实时的病毒测序 北京曾谴责这些批评生并呼吁世卫组织采取公正的立场 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 2万年周三表示 中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所有检测到的变种 并将继续承担追踪新变种的责任 《环球时报》称 2万年在北京的一次公共卫生活动上还说 我们已经遏制了这一轮疫情 充分体现了中国医疗体系的韧性 2万年12月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 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 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 只有疫情周期过去之后才能比较精准的判断 现阶段应把防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 2020年1月11日 中国宣布其第一个新冠死亡病例 三年后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浪潮 中国官宣死亡人数为5354人 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低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予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您点赞、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